罚葬必求 发了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中了之后 他要求 祝天上神 来给他做证明 果然没错 月节天 四节天 这些上神真的 来给他做证明 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 那一问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太难得太稀有了 下面给我们说的 这个话很重要 特别是第一句 一切佛土 不利众生 一念清净心 而得成立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摄方三世 法界虚空节 一切祝福如来的刹土 无量无便 佛国度怎么成的 众生国度怎么成的 众生国度像我们这个地球 也包括这其中 佛国度 是舍保庄严土 是众生 一念清净心 成立的 那么众生国度 我们今天讲的六道 这是众生 一念 然会与心 所成立的 我们的心被染污了 我们的心迷了 所以变成六道轮回 这个一句 讲的原理 这里都含着一层 很深的意思 心间 则过土 心会 则过土 会 会土 一切发 为心 所现 为时 所变 心是真心 现的是 净土 那我们的心 被染污了 变成忘心 忘心就是阿类 一念不救 二有无名 这无名 变现出来的 就是六道轮回 就是舍发节 是这么来的 确确实实 如 六族会能大肆 开悟的时候所说的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一念 清净性是自信 自信 所现的 那一念不救呢 这就变成阿类也识 阿类也识 能变 他不能现 现 是自信 现的 得记住 清净心 现的 阿类也是 两无心 这个两无心 他会变 把一正法节 变成是法节 变成六道轮回 所以 一切发 从心 向神 一定没错 我们先想什么 他就变什么 那为什么会变 在下面呢 彭句诗 讲得很清楚 意义 离 很深 那我们看 下文 法藏 大死 法死 宏愿 只为 破除 众生 忘之 忘 是阿类也 指 什么呢 用向宗的话来说 发藏菩萨 发这个大愿 那就为了要的 帮助我们 转迷为物 转八十 乘四智 就这意思 开心 当人 当人本有 心量 当人是我们自己 开心我们自己 我们本有的心量 就是圆满的自信 跟阿弥陀佛 跟圣坊祝福 是一不少 本有的 一切法通通是自信 本自居住的 慧能大使 开悟的时候 这个报告 说的好啊 所以他一说出来 无足一搏就给他了 列他为六十足 他第三句讲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本有心量 是自信 本有的 那 另知 净土即使 法性 本人 非从外德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回事 是自己自信里头 本来就有啊 是法性 本人 真正的 法性 圆满的 法性 就是这个 不是从外头 得来的 那 由此可知 法藏菩萨 正得 圆满的自信 他 他先出来了 那么 最殊胜 最难得的 是 他将 四十八愿 加持 我们 我们 只要到 极乐世界 就享受 自信 居住的 圆满 智慧 佛 跟阿弥陀佛一样 跟祝福如来一样 没有 丝毫差 不是从外来的 是自信本有的 我们的自信 跟阿弥陀佛的自信 是一个 他 现的 也就是我们自己 现的 只是我们自己的烦恼 吸气为断 叫 待业 往生 他统统断干净了 他不待业 无事无名吸气 他都没有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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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